我們現在就處理財團法人台灣民主基金會109年度的預算 現在請議事人員宣讀預算數及提案 宣讀財團法人台灣民主基金會109年度預算 一 工作計畫或方針部分 應依據業務收支之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二 收支部分 政府補助基金因基本營運收入1億7050萬元 財務收入90萬元 管理費用3350萬元 其他業務支出1億3500萬元 本期剩餘90萬元 固定資產投資300萬元 截需宣讀提案部分 第一案至19案 係針對業務支出其他業務支出 第一案補助款支出 凍結1000萬元 委員陳波威等人提案 第二案臨時人員籌金 簡列50萬元 委員蔡世英等人提案 第三至六案針對旅費 第三案 簡列700萬元 委員何志偉等人提案 第四案 簡列500萬元 委員溫育俠等人提案 第五案 簡列200萬元 凍結200萬元 委員毛軍等人提案 第六案 凍結300萬元 委員陳以信等人提案 第七案針對郵電費 簡列50萬元 委員溫育俠等人提案 第八案 廣告費 簡列40萬元 委員蔡世英等人提案 第九至十二案針對會議費 第九案 簡列500萬元 委員蔡世英等人提案 第十案 簡列700萬元 委員何志偉等人提案 第十一案 簡列300萬元 委員溫育俠等人提案 第十二案 簡列130萬元 委員陳以信等人提案 第十三至十四案針對印刷費 十三案 簡列150萬元 委員蔡世英等人提案 第十四案 簡列150萬元 委員溫育俠等人提案 第十五案 活動費 簡列50萬元 委員何志偉等人提案 第十六案 禮品費 簡列30萬元 委員蔡世英等人提案 第十七至十九案 針對其他業務支出 第十七案 冻結1000萬元 委員陳柏惟等人提案 第十八案 簡列1000萬元 委員盧志正等人提案 第十九案 簡列100萬元 冻結1000萬元 委員馬文君等人提案 以上宣讀 好 我們現在請 第一案的說明 主席 各位委員 大家好 跟陳委員報告 就是 陳委員提出的這個案子的部分 其實我們的補助單位 他們提出的結案報告跟成果報告 都有紙本 然後我們可以調約 那個細節的部分都有紙本可以調閱 那在我們網站上面就是有我們補助的單位 還有他們的一些案子可以查到 那因為其實跟委員報告就是說 我們的網站已經有滿多年沒有更新了 其實我們現在也在努力當中就是把網站 把它更新成新的版本以後 我們就可以放更多的資訊在上面 所以是否可以請委員支持我們這一項做這個動作 然後繼續跟委員在書面上面報告說 我們把這個網站改寫的部分 然後就是能夠公開上網的部分 跟委員持續的報告這樣子 請陳委員 我覺得還是 我覺得還是應該這個有個書面 或者是 對 因為你現在的問題是你們曾經有講過 你們有規定說這些東西應該要 可以公開大眾查詢 然後要登開在 刊登在本會的網站上面 可是你們的網站其實只有項目 也是我上一次質詢的重點問題 所以我看到個項目 不知道金額不知道內容 那其實並不符合你們一開始講的 這個所謂公開透明的原則 所以 或許 還是 是 是否給委員我們書面報告 那 如果要金額跟項目的話 我用書面報告給委員 應該會比較好一點 陳委員 主委 我可以建議一下 事實上民主基金會這些資料都有 每次董事會報告也都有列得很細 包括哪一個人拿大討案來做訪問選 都有 現在插的就是你們沒有上網 去公開 那個讓大家查閱 所以我建議就是說 你們自己訂一個時程出來 多久之前要把所有的資料都上網 讓所有人可以查 這個就凍結多少 然後那個完成之後才能夠解凍 這比較具體 所以是否可以請委員支持解凍的部分 可不可以 還是 200萬 好 因為這是我們的補助款 那這樣子會直接影響到我們的 不限時科目這樣子可以嗎 對 對 動節而已啦 不是簡捏 不會影響你們的補助款 就剛才講嘛 就是動節 比如說200 然後科目字條這樣就可以了 對 不限時科目 好 謝謝 三姐才能科目字條 動節不行 對 對 200萬不會影響你們的預算 你只要趕快把委員要求的資料趕快上網 做好書面報告 請同意使得動支好不好 那我們第一案就凍結200萬 沒有 我建議 凍結項目拉高到 比方說業務支出嘛 不要在那個所謂補助款支出這一塊 因為其實台灣的那個非政府組織 他們真的非常需要補助 然後我們每年有幾坡都要給他們一些 那你就盡快上網就好啦 對 上網計畫 不是完成上網 對 你要告訴我上網的這個計畫實程 好 因為你說你資料都有嗎 有 有 有 可以給委員報告實程 請問你的時間什麼時候 有沒有預定時間 儘快而已 是嗎 沒關係 你就是上網之後 然後提出書面報告 經我們委員同意後有實的動支 那我們第一案就凍結200萬 好 謝謝 好 第二案 第二案 蔡信委員提案的有關 這個 我們的 助理 研究助理 的部分 我想請 也是給委員書面報告說 我們的一些 有哪些增加的研究案 現在這邊不能說明嗎 這邊可以 這邊可以 他提案我們也是 我們有這個 應該是 在我們之上 OK 好 就是 我是不是可以請 盧副執行長 因為他是負責我們的研究計畫組 主辦業務的來說明 來報告 主席 各位委員 大家好 有關於 研究助理的部分 因為本年度 以基金會的狀況來說 我們已經開始執行 有關於 反庫型公約等等 相關的研究案 那這些部分都有 列上研究助理的部分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 是不是 如果委員同意 請容許我們後續 以書面的方式 來做更進一步的說明 再供委員參考跟指教 謝謝 請蔡委員 那為什麼之前我們提到說 你們今天就可以提供 更詳細的書面資料 不用等事後 我們的意思是在這裡 對啊 我們之前提 你們會先知道 我們有提什麼案子嗎 像你剛剛講說 提供書面 你為什麼不要今天就提出書面 或者之前就先提出書面 對啊 我們因為看到你們 你說你們要增加人 對 你們要增加多少個 增加三個 其實我們在審議算的時候 都有預告時間 你們都要把我們提出來的意見 我們委員都有提案 你就做好準備 在審議算的時候就要說明了 又變成事後 所以你們這個要再加油一下 那你要再補充嗎 對委員的疑問 好 幫委員這個我可以跟委員 初步的這個報告 就目前我們有三個研究案 正開始進行 所以也正在跟這個相關的老師 來進行簽約 那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必須等簽約確定之後 那我們每一位老師 這個三個研究案 加起來總共有八位老師 那每一位老師 我們是預計編兩位研究助理 所以這個部分都會造成 我們這個研究助理的費用 要進行這個編列 那跟委員參考 王委員 我給各單位一個建議 你們如果還有印象去年國合會 就是因為在這邊說明了 稀里花啦的 我們委員會的委員 其實看預算還蠻認真的 那我們提案 對每一個國防外交委員會的提案 都有限時提案 我們會提早交作業 然後各單位的國會聯絡人 應該就那個個案 向提案委員 事前通常要做一些說明 那來這邊也應該要能夠說明 然後因為說明被追問 沒辦法滿足的 才有後面的專報 或者是書面報告 而不是這個提案提出來 你們也沒有事前的溝通 來這邊開會之後 要求以書面報告 那你每一筆都會被動掉 我期待是你們說明後 那我們覺得不錯 我們就不動了或不撿了 可是你們現在幾乎就是 每個都要讓它動起來 然後另外還要一個書面報告說明 也增加你們工作的Loading 所以那個程序上這樣處理 在面對預算審查的時候會吃虧 這個我真的要提醒 這個可能市長要督導一下 這樣子的態度 在審預算的話很吃虧 蔡偉月 我是覺得這樣子 因為你們 你們已經另外增加了三個的 證取員額的名額出來 所以我們才會覺得說你的臨時人員 而且你們上一次的臨時人員 決算才用了168萬 所以107年決算書 所以我們才覺得說 它有可以被刪除的一個必要性 所以我是覺得說 我是覺得可以部分刪除 如果說你們覺得說這個金額 50萬太多 那不然我們就三個20萬好了 這樣子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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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請盧副指定長先說明 那3-50 同意 謝謝各位委員 謝謝各位委員 我們請所有單位要注意 委員的提案 你們都事先都看到了 能夠事情跟委員說明的 我們在審查預算的時候 我們都會能夠去理解 就會照列 不會耽誤到大家審預算的時間 也不需要再凍結 在書面報告 我們請 許次長這邊多多的督導一下 那第二案 我們就 簡列20萬 3到6案 請說明 各位委員 我們旅費的部分 我們現在 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我們所有的 等於說 國際的這個 拆旅費的費用 都是跟那些 國際的活動 通通都是順延到 今年的暑假 所以呢 我們前半年的話 旅費都會在 下半年來使用 那現在跟台灣民主基金會合作的夥伴單位 到現在 還是沒有想要 取消這些活動 所以我們也是 跟我們夥伴單位 在繼續協調當中 然後看看 疫情的關係 然後再隨著 在 等於說 世界各地的 疫情的情況 來調整我們的 出國的 案子 好 請問委員 好 那我想請問一下 你們上一年度 因為沒有疫情的關係 上一個年度的決算 跟這個年度 我們會增加了400萬 400多萬 那如果我們沒有疫情的話 也按 上一個年度的決算 只有898萬的那種決算而已 我們只用到898萬 等於不到1000萬 那我們今年變了1500萬 疫情我們本來就不能出國了 那現在又增加了500 400多萬 將近500萬 那這個要怎麼說明 因為其實今年如果沒有疫情的話 我們有更多出國參加會議 舉辦會議跟參訪的行程 所以比如說像我們有新增的一些 在歐洲的合作單位 那因為很不幸的現在歐洲的疫情 滿嚴重的 可是其實我們在歐洲的方面 有增加了好幾個夥伴 所以其實我們跟他有一些合作活動 所以才會有增加這個旅費的需要 所以說你們去年的決算 去年之年 就沒有 歐洲這邊的行程就沒有了 歐洲去年歐洲的行程還是有 可是沒有上次 等於說你們前一年的決算 你們只用不到900萬 那你今年多編了500多 編了400多萬進去 那這個就 我就覺得很奇怪 上半年又不能用 那下半年還要等於double出國嗎 那不是全部人都要出國不用 所以其實我覺得我們 我們可以請 請委員斟酌一下 斟酌簡歷是嗎 斟酌簡歷 斟酌簡歷 三案跟第五案都是跟疫情有關 第四案的話是說這個預算有浪費的 那第六案的話 那就是請陳以信委員 謝謝 我想 有關於這個 這個在質詢的時候提到 就是民主基金會這一邊 這個目前的代理執行長 跟補助的對象 可能有身分上面的這個關係 我這邊其實 我先說民主基金會我是支持 而且相關於的活動過去 曾做學者的時候 也都有參加 那其實 overover都是支持 現在我也不是提出什麼 法律上的指控 但是我是要說明就是有瓜田裡下之嫌 所以說在這些事情上我會請就是說 沒有基金會跟外交部這邊能夠提出書面的檢討報告 書面的說明 然後呢我們做一個了解 對於過去的狀況和未來的處理情形 那之後我們再來動製這個預算 那個 謝忠儀可以說明一下我們那個 參與 然後 再補充說明 對補充說明 謝謝 主席陳委員 各位委員 有關於委員在提案當中所提到 就是我們辦理這個相關會議的部分 參與者的部分 那跟委員報告一般我們的程序 就是有承辦的同仁跟組別 跟負責督導業務的副執行長 先就相關的人可能人選進行討論 那在可能人選部分 我們基本上會考量我們邀請 參與者的相關的學經歷 那後續呢 我們再承報給我們的執行長 那由執行長來做最後的決定 那因為依據本會的章程 他是由執行長再來總理相關的業務 那我們今天也有準備那個 相關一個書面的說明 那如果委員待會方便 我們就成個委員做參考 我想 這個謝謝你的說明 我們了解 但是當然有一個程序 那這個程序 當然也就從這個業館的同仁 然後到這個主管的 業務的主管 然後到了這個執行長的這個階段 但是老實說 每一個程序 都這樣在做的 那所以有關於利益迴避的這個要求 事實上民主基金會 雖然它是主要用財產法人法 那財產法人法裡面也有利益迴避的相關條項 那再加上民主基金會是屬於政府補助的基金會 它的執行長level 事實上直接就受公職員利益迴避 利益衝突迴避法的規範 所以這些都是瓜田裡下必須要有所這個防備的 那針對於109年度的預算 那個上面都是你們自己所有的項目 那這個裡面是不是已經發生這種現象 我必須要請這邊提出這個書面的檢討報告 然後再來就是針對未來這種狀況有沒有改善的空間 我想這都必須要聽到有關單位清楚的一個說明 好 請何委員 我想請教一下我們是否稍微可以給我們一個統計 因為這一波這個疫情 我們有大概到目前為止有幾個行程 出國的行程是delay 掉 這個可不可以稍微跟我們回應一下 第二件事情就是說 我們在討論到的第三頁 這是旅費的部分 我們對照前年的這個決算數 那理論上是應該會減少的 所以我認為應該是要刪除部分預算 那我們是否可以稍微 依照你們現行的現況 應該是要刪多少是合理的 這個也讓你們說明一下好嗎 以上 謝謝 有要補充嗎 有 補充說明 跟陳委員報告 因為民主基金會是財團法人 所以我們當然是遵守財團法人法 所以在今年3月5號 我開始帶領執行長業務的時候 我跟盧副執行長 他督導的這個 等於說 會議學術研究的這一部分 有跟他開過會 然後呢 在會議上面的時候 我已經取得盧副執行長的支持 就是說 以後有關學者的部分 就不會請委員上次提到的人員來繼續參加 所以這個事情 我們已經做了處理 然後 何委員的部分 不好意思 學者就是學者嘛 那如果說他對台灣是有相對應的 他有自己的人脈網絡 甚至可以幫台灣說話 那我覺得應該是就事論事啦 這是我們應該要有的邏輯跟運作方法 外交關係台灣本來在 就在夾縫中求生存 那應該是就事論事 所以我認為你應該堅持自己的立場才對 這是我會給的建議 不好意思 感謝委員指教 那回答委員剛剛提出的問題 有哪一些行程現在變成 現在delay的部分 就是 其實 今年 其實下個月 美國 等於說 美國民主黨的智庫 其實他們要在台灣辦一個 有關 information sharing跟選舉 還有極權滲透一個會議 所以現在完全就是 現在就是delay到今年的 大概有幾個已經delay的 先給我們一個 total sum 現在差不多有三四個都delay 所以會到下半年 我們要出國的旅費 不是人家來啦 對 已經delay的 對 delay的 我們在討論這個旅費 所以是我們出國出去 不是 是outbound 對 有一個澳洲國家大學的出國的 現在 因為在四月初那個已經 一個 然後還有去歐洲的也delay了 所以其實差不多有兩三個 現在全部都挪到下半年 好 我這邊是不是就 我自己的這一筆啦 好不好 我建議你們認為可以刪多少 是不是請委員這邊的部分 我們可以刪兩百嗎 好 兩百 OK 好 三百 你要三百嗎 好 是 好 好 三百 三百可以嗎 好 可以 還是我們兩個 謝謝 來 主席來主持一下 謝謝 好 剛剛我們所討論的是三到六案 那我們三四五案簡列三百萬 那第六案的話 陳委員的案子的話 請提出書面報告使得動資 我們先凍結三百萬 好 第七案 謝謝 好 郵電費的部分 跟委員報告一下 就是其實我們有一些 印出來的報告 像中國人權觀察報告 還有台灣民主記刊的部分 我們會郵寄到各個學校跟圖書館 給他們做參考 所以郵電費的部分 謝謝 昨天已經解釋過 我已經OK了 他們是要郵寄的 好 因為我本來以為說 現在手機這麼發達 賣很多 為什麼還要在郵電 是 謝謝 謝謝 所以你看看 事先溝通 就很好 謝謝 委員都理解 都會同意的 所以 第七案 照列 第八案 謝謝委員 廣告費的部分 因為 也是我們 在辦 有一些公開活動的時候 我們會上廣告 那因為公開活動 會希望 NGO的人 或者是大學學生來參加 還有社會人士 所以我們列了比較多的廣告費 那是因為 因為我們去年的活動也比較多 那今年的活動應該 應該也會 因為是去年編 編預算的關係 所以我們是依照去年 比較多的活動來編 這個廣告費的部分 好 蔡委員 我想確認一下 因為之前 我以前上一次 我就篩過你們這個預算 是 那為什麼刪完之後 你們又把它嫁回來 因為我們 因為我們發現 就是到最後 我們的活動又增加 所以我們又增加了 可是 如果我覺得 如果委員覺得 廣告費如果 還是太多的話 我們同意可以刪減 因為 因為你們 107年決算你們廣告費 才支出2.1萬 是 那你們編了40萬 老闆長你們編了50萬 所以我是覺得你們 頂多花10萬塊就夠了吧 對啊 因為 因為這個其實 不大需要做廣告費 所以我建議 就30 40萬 好不好 OK 謝謝 好 好 第八案簡列 40萬 接下來是9到12案 請說明 會議費的部分 跟主席 跟各位委員說明 那其實我們會議有分兩種 有一個就是 比較就是 在台灣辦的國際會議 還有出去國外辦的國際會議 那其實去年的部分 民主基金會也辦了比前年更多的國際會議 例如區域遜的宗教自由論壇 還有太平洋島國的一些良性治理 還有跟美國合作的GCTF 還有民主基金會自己自辦的東亞民主論壇 亞洲青年民主領袖營的部分 所以其實去年辦的國會議 例如宗教自由其實有延續性的一些會議 還有一些需要開會的地方 太平洋島國那個我們也希望能夠擴大範理 所以這是會議費部分的說明 請問委員 在上一個年度他們的結算是不到80萬 不到800萬 那他們增加500萬 今年度又增加500萬 那我們幾乎上半年度 我們就不再有什麼會議 那我知道會全部集中到下個半年度 那這樣子會需要增加這麼多嗎 其實像我們在 我們跟我們捷克的夥伴 就是公園2000 他們其實有想要在亞洲辦公園2000 在亞洲的一個活動 那到現在也是還沒有取消 所以可能也會在下半年來執行 預計有幾場 下半年都預計有幾場 下面一年其實差不多有五 應該是每一個月都會至少有一場的活動 一場活動 所以差不多幾場活動 沒有 你編率算是1300萬 就是其實 其實全部加起來的話 包括我們民主基金會自己辦理 可能就會有七八場 所以其實下半年 如果疫情緩和的話 我們民主基金會非常忙碌 因為去年的話 是民主基金會整年幾乎每一個月 都有一個或兩個 國際或者是國際的人士來台灣的活動 所以你的預計是每一場活動要多少經會 有沒有一計以下 不一定 因為大小不同 請盧副要補充 是 報文委員 那個跟委員報告 今年之所以在會議費的部分有多增列 最主要是因為我們去年 在國際之間進行交流的時候 那很多的學術性的團體 他想要跟我們做進一步的聯繫 所以這裡面我們就希望 因為我以台灣研究為例 在歐洲有所謂的EATS 然後在美國有所謂的NASA 他都是屬於 在美國跟歐洲非常 具有聲明的研究台灣的團體 所以我們基金會今年是預計 要扮演一個橋樑的角色 所以我們會合組 比如說在EATS辦的會 我們就會請國內的學者 還有NASA 美方研究台灣的學者一起過去 那同樣的在美國舉辦的 我們就會請歐洲方面研究台灣學者 加我們國內的學者 然後一起到美國去進行學術上面的交流 所以像這種會議的費用 他就會開始比往年要增加 所以這是我們有增列的部分 那共委員做一個參考 一下子增列五百萬 那是不是可以請 等一下還有別的委員 好 請何委員 請請 university 這個跟也是一樣 我們這個是會議費 所以我也是維持我想要簡列 但是你們自己評估大概多少 想要檢 師傅可以請委員 能夠我們講 好 我了解簡列了 那我其他委員還有意見 請陳怡興委員 我發現我這邊簡列是最少的 那基本上我是覺得說 這些活動都應該參加 合辦感覺起來是減少次數 不像是增加發費的理由 所以說我還是希望你們能夠尊傑預算 所以說現在看起來 大家一致都是希望簡列 那如果給你們一個空間 你們覺得減到什麼程度 你們能夠來 是 好 還有陳柏惟委員 陳委員 陳柏惟沒有 第十案 第三是何志偉 有何志偉 好 那蔡委員 一百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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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別的意見 我都是希望簡列 你沒有意見我就來 你們自己評估呢 你們自己評估 市府可以給委員 來 主席 這邊有個意見 因為現在第九案跟第十案 都是跟疫情有關 所以我們這個會議都延緩 等趨緩之後 在下半年度才會辦理 也不一定會辦理 那第十一 第十二案的話 就是因為比上年度的預算增加 沒有說明清楚 那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主席是建議 既然說這個都是會議 我們已經有的會議都已經不開了 那這個酌情要簡列一部分 大家才能夠接受 因為我們預算都要是何時編列的 那這一部分你們的建議 有哪些會議已經不開不辦的 我們可以在簡列的範圍內 現在目前為止還 那個會議都還沒有 我們的合作夥伴都還沒有說 他們不要開 所以我現在沒有辦法去說 是不是可以跟他們講說不要開 所以是不是可以請教員員 因為以前不可能開了嗎 那現在他們會移到 有些的會議是有分 上半年度跟下半年度的 其實我們 或第一季 第二季的部分嗎 沒有 我們有 我們有跟他們已經研討 等於說討論了以後 就是會議都會延到下半年 他們都不想要 現在目前為止都不想要取消 所以是不是可以請求主席跟委員 就是可以把我們的預算凍結 然後我們如果需要使用的時候 然後我們提出跟委員提出書面報告 然後再解凍這樣子 委員 陳以馨 請陳以馨委員 剛才民主基金會這邊講說 第24屆的2000論壇 那好像說是要拉到亞洲來辦 對不對 可是根據他們的網站上面的資訊 他們說要在布拉格辦不是嗎 沒有 跟委員報告 Forum 2000都是在布拉格辦 然後呢 現在我們增加了一個叫做 Forum 2000 in Asia 新辦 新辦 新的東西 對 所以公元2000的是每一年通通都在布拉格舉辦 我是說 我剛剛看我這邊簡列最少的是我 是 我簡列130萬最客氣 100 好 這一部分因為會議 需不需要辦還是要做一個報告 那如果真的要辦也是讓你有預算去執行 那這個部分我們是不是也簡列 也動結 然後你來報告之後再來動支好嗎 那個報告主席 我建議是不用報告啦 就以書面即可啦 那 書面報告就可以動支了 好 那我們是簡列 簡列以後再加書面報告之後動支 對 對 是否可以報告 要書面報告就要動結 對 是 所以 可不可以要簡列 動結 那這樣子的話 嗯 這樣就多500萬了 好 那我建議 是不是就簡列80好不好 一定要簡 可以嗎 好 因為你自己也沒講一個數字出來 建議簡列100 要簡列100 是 好 可以 可以接受簡列80嗎 好 OK 那個報告主席 我們是不是 就 各位委員 可以嗎 我建議簡列100 好 第九案第十 十一、十二 都是屬於會議費用 因為我們現在疫情的關係 會議可能都會延到下半年度 也要看疫情的是否趨緩 所以 也不是都完全不舉行這個會議 所以 有關上半年度的會議 就會酌勤簡列 我們先簡列100萬 然後你書面報告會議的執行計畫之後 我們還有一部分的凍結 也凍結200萬 那經過你這個書面報告之後 使得動資 好 接下來 主席不好意思 我再補充一件事情 好 蔡委員 我看一下你們的預算書裡面 我想請教一下 你們有一個 已經執行完畢的 做了什麼事情 那我覺得很奇怪 你們這個預算書裡面 沒有你們今年度預計要執行 你們都沒有辦法列上去嗎 還是它不能被公開 我們編列的有一些 就是還沒有 就是今年部分有一些還沒有 因為你預算已經凝好了 你應該是要辦什麼計畫 沒錯 但我的意思說 你的預算書裡面 你要辦什麼計畫 完全都沒寫 我完全沒 看你前面這幾頁 完全沒有你的計畫內容 然後呢 但是你對於你後面做完的已經 你有寫我了解 我的意思是說 所以你一直說 你們會比以前增加很多 增加很多 到底增加什麼 其實在你的預算書 我們完全看不出來 這也是為什麼 我們很多委員會覺得說 你說你會增加很多 到現在 剛剛我們問了老半天 我老實講 也不曉得你到底要辦什麼東西 都是等到事後 你已經辦完了 我們才知道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你們預期要辦的活動內容 在預算書不能寫出來嗎 因為至少 我看到別本的預算書 都會先寫 我們今年度預計 就辦五個 六個 七個 八個 九個 那說實話 你每一個要花多少錢 其實都是這樣拉出來的 這也是為什麼 我想各個委員會有這樣 就覺得在預算審的 我老實講 審的蠻痛苦的 因為我完全不曉得內容 所以我是建議主席 那麼加請他們 把他們今年度 預計的工作項目 也列個清單給我們 好了 其實本來你們應該 之前交給我們 好不好 好 那我們請把我們蔡委員的要求 這個工作項目的報告 一併在書面報告裡面提出 是 那我們 檢列100萬用 何志偉為主題 然後凍結部分 我們用瘟疫俠委員為主題 接下來13、14案 印刷費的部分 台灣民主基金會 因為我們研究企劃組 有他們需要印製的期刊 還有我們中國人權觀察報告 那我們期刊的部分 有中文跟英文版 中國人權觀察報告 也有中文跟英文版 還有其他的一些研究案 也需要印刷的部分 所以現在李商跟蔡委員跟文委員 報告印刷費的部分 請蔡委員 考量的問題 你們之前的決算費用 才不到70萬 然後你109 你又比108年高了60幾%的預算 所以我不曉得為什麼 你們會編一個250萬的印刷費 所以我才會覺得很奇怪 你們先用 那你除非是要說 你們以前都不寄給人家不印 然後你們最近才開始想到 要寄給人家要印 所以我是覺得說 你的本數有比之前多更多本嗎 那個我請魯副執行長跟委員報告 我們增加印刷費 是 報告委員 因為我們在去年這個年度 我們有增加幾個研究案 那依照當時會內的規劃 這裡面包括ICCPR 它有一個案例的整理 然後要準備要會整出版 所以這個是今年有增列這個印刷費的主要的原因 那另外有關於中國人權報告的部分也是 就是我們過去是列印中文跟英文版 那今年原先的規劃是要再增印一份 所謂的比較這個shorted version的另外一個值本 所以這也是正列的部分 那請委員做參 謝謝 我想問一下 你們108年 就是你們去年結算 你們內部結算資料已經有了嗎 你們印刷費花多少錢 80萬 80萬 所以107年是70 去年是80 你今年編250 你不覺得這個幅度也太誇張了 你講了那麼多 但問題是你們其他每個專案都有每個專案的費用 難道那些專案裡面沒有費用嗎 我覺得你們這樣蠻奇怪的 所以我建議要刪 委員是否可以讓我們刪 先等一下 還有溫委員 我也想溫委員 一樣的道理 他們上一個年度 他們的結算只有不到70萬 那去年 那現在一下子就增加到100萬 去年是編列150萬 其實前年是只有70萬 那現在一下子又增加那麼多 所以一定要有相對的 我們幫你砍一點 對你們有好處 你們的執行率就會拉高 這樣下來的執行率不到30% 所以委員建議簡列 所以那個感謝委員幫我們充值行率 那是不是可以提供建議就是說 如果減50萬 你們去年才執行過80而已 你今年能夠執行到200 除非你亂印 如果真的有需要印的話 我覺得頂多就是100多 150左右而已 因為現在已經在尊潔使用 很多都是用電子不再用資本 而且我們其實就是在推動不再用資本 你們還要印刷 然後又比去年增加了一倍 這個很難可以跟我們說明說 你們有什麼新大項計畫 一定要用資本來印刷 其實你們現在我們都推動物質化的過程 你的印其實最後都只是留存做紀念本而已 我老實講 所以我是覺得你們應該是維持一個基本量 而不是去增加印刷費 我們就把增加的部分簡列掉好不好 好 我們就簡列100萬 以蔡適應委員為主題 謝謝主席 謝謝委員 大家輪著來 剛剛有先凍結 好 第15案 活動費 主席跟各位委員報告 那活動費的部分 也是我們在國內辦的活動也有增加 因為會編列這個是因為中國人權觀察報告 有一些在台灣 等於說是大專院校做一個presentation的部分 所以我們增加了活動費的預算 請何委員 這個部分我認為應該維持簡列 而且在這一波武漢肺炎或者是新冠肺炎 那相關的人權其實在全世界都有一個很微妙的產出 包含台灣也是 我們這些需要quarantine把它隔離的 在裡面其實有一些到底是疫情的控管 人權的部分 還有生存權等等的 所以這裡面會有很多 我相信這個年度會有很多很精彩的討論 但是我認為應該還是一樣它會有部分的影響 所以我在這邊是否我就維持一個刪除 維持我的刪除 那建議的話我是不是50好不好 你們認為呢 可以接受的話我們就直接這樣 好啦 以上報告 謝謝主持人 15案簡列50萬 16案 請問hyd ASSOL 準備什麼 禮品 禮品費的部分 例別 其實離品負部分 跟我們 等於說是旅費的部分 還有會議費 Под偶像是綁在一起的 因為就是有出國的行程 安排才會有增加的禮品 所以就是以上跟委員報告增加禮品的項目 是因為這樣子 請蔡委員 請問一下 你107年決勝13萬 你去年多少 108多少 一年多少 不好意思 我問一下 108萬 108年是18萬 你編50萬 還是你們今天要改買比較好的 比較貴的 你們都買什麼禮品 我其實滿好奇 我從來沒看過你們的禮品 因為我們不但活動的增加 我們活動如果有國外來的外賓 或者是獎者的話 我們也會送他 等於說代表台灣的禮物 但是你們 所以我的問題就是說 你們以前送的都沒有辦法代表台灣 所以你們覺得 現在要重新編好一點的預算賣 能夠代表台灣的東西 是這個意思呢 我建議刪除了好不好 最主要原因就是說 你們去年才花了18萬 編到50萬 我建議砍個20萬 留30萬給你們 這樣子 好 同意 你說要砍30 我們主席說要砍多一點 因為疫情的關係 出國的禮費都已經減少了 所以禮品相對性的也會減少 因為外國人士也不能進來台灣了 我們也不能去參加國際一些會議 所以這個禮品費是 蔡委員提案是很合理的 好 是不是可以 好 蔡委員提案是三減 20是嗎 好 好 第16案簡列20萬 對不起 OK 我同意 那個想請問一下 就是說 今年如果說 我們出去的少 進來的也少 那 但是我在看像 包含像德國 聽說他們連肥皂都買不到 然後還有一些國家 我們台灣其實是 出產蠻多這些 他們可以用的 那我不知道說 在預算的使用上面 他們一定要開會 才可以有給予贈品嗎 還是 沒有開會 也可以使用所謂的贈品給外賓 這先問一下 平常都是他們來拜會 或是我們有開會 他們來參加 才會給他 我想 我們的台灣民主基金會是國會的 對不對 沒錯 那是否可以在 防疫上面 在某個程度 我覺得台灣在防疫做得很好 那也某一個程度 把所謂的外交空間撐開來了 那我建議是否可以 努力就去執行 而且 給外賓 或者說他們不在 我們可以把他郵寄出去 好不好 我希望 我明年如果 再看到這個預算 希望他的執行率 可以來到百分之百 那我不見得是要很昂貴 但是代表台灣 那也代表我們關心他們疫情 以及相關訪問學者也好 或他們的政要也好 的一個關懷好不好 那個有溫度 東西不一定貴 但是此時刻有一些防疫的物資 可以思考看看 並非列管的防疫物資 以上這是一個建議 感謝委員 謝謝何委員很好的建議 接下來 17、18、19案 是這個 2018點外交部訪查 陳委員 要不要給他們先說明一下 不好意思 那個 17案 等一下喔 不好意思 陳委員他提出的案子 就是有關我們董監事的部分 那跟委員報告一下 我們其實民主基金會的董監事有17位 然後他們都是由現在的政黨 然後有過5個percent 然後依照國會的席次來提出 所以呢 就是現在我們還有政府的代表 然後政黨的代表 學界代表、企業代表、財經界代表 還有非政府團體的代表 然後他們的任期是3年 所以我們新的董事會 在3月5號 來召開 所以現在就是跟委員報告的部分 那其實我們委員董事有更換 有更換了8位 就是由新的代表來參加 所以在民主基金會的部分 我們其實董事的部分都是遵照 我們在民主基金會 由席次的政黨來提名他們的董事 以上報告 我的理解就是會根據這個 這個每次選舉的結果 會有一些人員調動 可是我看2018年外交部去訪查的時候 他說建議把這些字寫進去 我知道今年有換8席 這個我理解 只是把它寫進去 這樣子才有避免未來的問題 好不好 那維持 好 我們會把它 陳委員還要做書面報告嗎 我覺得應該要 還要齁 好 冬結數 冬結是否也比較好痛 可以少一點 對是否可以100或者是200 冬結500嗎 200 謝謝 謝謝 他都講了 好 第17案 是 比較另外的 我們18、19一起處理 第17案 書面報告 金童以後使得動支 我們冬結數200萬 18、19案 羅委員不在 馬委員不在 那可是蔡委員 蔡委員 你先說明 我來問一下 這個民主基金會對於我們那個 羅委員跟馬委員提案要刪除 有沒有意見 他就直接從你的其他業務支出這個項目 對不對 是 就是上面的那一項 對啊 這其實有點重複 主席 其實 你剛剛下面細項已經討論完了 又回到上面那個飛 對 他們就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對 所以這個 國外的邀請來的學者 或者是我們的會議都沒有舉行了 所以是把佐伯來做一些一部分的簡列 跟凍結 然後你報告之後 我想問一下主席這樣好不好 剛才他其他業務支出總 就是我們剛剛審查完畢之後 總共凍結了多少錢 就其他什麼鬼伴啊 兼職有沒有被凍結 很多項目耶 柯子木不同的 全部加起來 也有凍結也有簡列 我知道我的意思是說 因為馬委員跟羅委員有提案刪除或凍結 對不對 那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先 我想先確認一下 就剛才柯子木下面 已經總計被凍結多少錢了 我們請議事人也把數據統計一下 多少 被凍個700了是不是 凍結700簡列多少 600 30萬 動700-600 那我建議 那我建議這樣子 就湊個整數 就是 到底動多少 動900 統計一下 再統計一次 900 已經動了900了是不是 那我建議就是 這兩個委員的提案有沒有 我們就給他再加動100 就聯合加起來動1000萬 這樣子 他到時候報告就一起來寫這樣就好了 好 來前議事人員 總共凍結多少 減列多少 目前這個柯子木部分 這個旅費跟這些會議費用 加上這個 其他業務費用的支出 目前是 減列630萬 凍結700萬 900 900 900 好 凍結900萬 那我建議這樣子 那現在是不是 建議 因為這1849案 有委員提議 要減列跟凍結部分 減列金額是很高 委員 羅智政委員 提議是要1000萬 那馬委員是 就是 凍結1000萬 減列100萬 這部分 我是建議就是說 因為剛才刪除的部分 其實在柯子木 大家委員都已經討論過了 我是建議刪除就不用討論了 那就凍結既然委員有提有沒有 就給他湊個整數 所以我是建議就凍結1000萬 所以剛剛加起來還差100嘛 就加起來 還有減列部分 減列就不用討論了 減列剛才已經都 柯子木已經有刪除過了 我的意思是這樣子 給主席做參考 好 18、19案 凍結100萬 一樣要用書面報告 同意後使得凍結 朱提威 馬文俊的案子好 財團法人台灣民主基金會 照審查會議決議通過